這條是2019年的第十一條 他說有燈價熱 有19個人證實感染了 這個燈價熱就經過一個蚊去傳播 他說一些驅蚊劑 價錢和數量 短短一個段期間分別升5%和120% 他沒有說升 他說是change 這裏同學需要去判斷 究竟是需求導致它升 還是供應導致的轉變 很明顯是需求 因為燈價熱會死人 現在的demand其實是上升了 這條問題就不是問你哪一demand升還是supply升 他說在這個價錢的range裡面 其實香港的一個驅蚊劑 其實是高彈性低彈性 是demand還是supply 因為demand升了之後 即是supply沒有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只可以supply 因為demand動了 我們就看不到demand的彈性 所以一是A 一是B 現在因為數量轉變得多於價錢 所以它就會是高彈性來的